大家好,我是Kevin 这是我的宝石签模工作室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宝石原石的储存跟管理系统 像这样的一个系统 从不同宝石袖上买回来的很多原石 如果不马上处理 很容易变成这样子 塞了一堆在袋子里面 隔了几天之后 没有人会记得这些石头 它们的主要重要的资讯是哪些了 所以呢,我发展了一套 我觉得比较好的系统 来管理这些石头 整理的基本概念呢 是让每一个石头都有它们的家 还有它们的名字 所以呢,我找了一个塑胶的整理盒 那么呢,整理盒分了很多小格 这些小格的尺寸 刚好适合放这些千磨钱的原石 然后每一个原石呢 我打了一个小的标签 注明这块石头 它的编号 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每一个石头 都有它的 都有它的空间 也有它的标签了 下一个步骤是拍照 我们把原石跟它的标签 放在同一个画面里面 拍成这个 数位的相片 然后存到电脑的档案管理 这样子的话,每一个石头 就会有它们自己的身份了 接下来我会把这块石头 所有相关的资料呢 都打入电脑存档 这些资料包含了日期 它的编号 这个石头的种类 我是从哪一个原石的dealer购买的 这块石头它原来的重量 另外呢,我购买的价钱 这块石头是从 哪里的矿产挖掘出来的 另外它没有经过这个 不同的处理 另外我还会留一个栏位 给这个完成的石头 如果我将来把这块石头 切割完成之后 我是用什么样的设计来切割的 另外完成之后 这块石头的重量是多少 也会做标记 在注明的部分呢 我会把我记得的 额外的资讯加注在这里 像是这个dealer的名称啊 我是在哪一个展览买的 这个石头 还有其他相关的资讯 我都会标注在这里 要切割这块 要切割石头宝石的时候呢 我会把原石跟它的标签 一起拿出来 就像现在这样 我会把标签贴在 暂时贴在我的 切磨机具的上面 这样子我就知道 我现在正在切磨的是哪一颗石头 我们看一下 那么现在这个标签 所标明的石头 就正在机器上面 每一个切好的石头呢 我都会给它们一个新的展示盒 然后呢 我会打出来重要资讯的标签 每一个展示盒的后面呢 都会有这一块石头 它自己的标签资料 包含呢 这是一块什么石头 它的尺寸 迪克拉 它的原产地在哪里 相关资料呢 都会标在标签上面 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原石到完成 切割手续 这块石头的资料管理的过程 谢谢大家观赏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评论栏 让我知道 我如果知道的话 会尽量的回答你 谢谢大家